LOVE 972 最爱正能量 工作时被上司、顾客无理叫骂 我们怎么面对呢? 著名积极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的研究显示 当人们意识到这项困难是暂时的 不是因为自己的错,也不会毁了我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维持身心健康,恢复力也会增强 迪士尼乐园就是这样训练员工 他们教导员工当面对一群不停叫骂的客人 要去想象这群客人是因为他们所碰到的糟糕经历 才会充满敌意 比如他们的车子坏了,或者是在大雨中淋得湿透了 这样一来就不会把客人的愤怒当成是自己的错 也不会因为怪罪客人而生气,当成是暂时的 不要为了他毁掉自己的好心情 因为如果你保持正面 其他99%的和善客人就会给予你很好的回应 甚至可能使生气的客人变得比较友善 这样做也同时保护自己 挨骂也不受伤 即刻上Me Listen应用程序 收听更多Love972最爱正能量 你也可以在Spotify Apple Podcasts 或Google Podcasts收听 by 杜与聋